哈喽大家好,我是凌薇 60元一斤的脆皮五花肉别再排队买了 教你在家做详细配方出锅皮脆肉香 尝一口好吃到停不下来 今天正好看见有一大块的五花肉非常的漂亮 我们再修整一下上面这个油脂太多 我们先不要,要不然烤出来吃的太腻 尾巴这里有点没有皮的也不要切掉 处理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 这样的五花肉非常的漂亮 但会吃起来肥而不腻,特别香 洗净的五花肉凉水下锅 加入去腥三煎套,葱姜料酒 水开后煮10分钟 中途给肉翻凉吃面 时间到后把它捞出用热水冲洗干净 洗净的五花肉用厨房纸巾擦干表面的水分 后再变身揉摸摸,扎扎扎 给猪皮扎一些小孔 方便等火更加好起脆皮 脏好后把它翻过来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麻将块大小 但是猪皮部分不要切断 也可以直接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会更加好烤 烤出来更出效果 那我们来准备脆皮五花肉的蜜汁料汁 两勺芝然粉 两勺细辣椒粉 一勺胡椒粉 两勺白糖 两勺食用盐 四勺生抽 一大勺蚝油 加入三勺清水 把我们的蜜汁料汁充分的搅拌均匀 倒匀至五颗粒下入我们的五花肉 这里一定要让二十胸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沾上料汁 轻轻的搓揉按摩个三五分钟 按摩好后静置二十分钟入味 时间到后取出放在锡子里 肉皮朝上 我们只肉出猪皮其余的部分给它包起来 然后在五花肉的表面均匀的撒上厚厚的一层盐 这盐不要让它肉里我们只放在这个猪皮上 撒盐是为了让猪皮变得更脆 处理好后我们把它放入烤箱 上下烤200度35分钟 朋友们烤箱可以提前预热一下 时间到后取出五花肉用勺子轻轻的敲一下这个盐巴 这样它就会成块成块的脱落 现在我们把盐去掉不要 盐巴去掉后我们并把猪皮上残余的盐擦洗干净 并在猪皮的表面均匀的涂上一些白醋 处理好后再一次放回烤箱220度20分钟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看看烤的香气扑鼻 这个味道真是太香了 而且颜色也超级的漂亮 看一下我们这样做好的脆皮五花 看着是不是都已经流口水了呢 真的是色着诱人皮脆肉更香 每一寸猪肉都非常的入味 这样烤好的脆皮五花已经被烤去了多余的油脂 但是怎么吃也不会腻 切的每一刀都是嘎嘣脆 吃到嘴里又香又脆又入味 真的是太棒了 可以直接吃或者是撒上适量的烧烤料或白糖 都超级的好吃 非常建议你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味道超棒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也给你多美食等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